本期的城市主人公是变形记史上最能吃的 以前参加变形记的主人公都叫苦叫累 但是他却在变形期间整整胖了14斤 两碗米饭三碗面条 也凭借着惊人的饭量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变形记干饭王 就是这么一个以吃为乐的阳光少年 在内心深处却有无法提及的伤痛 他的温柔都用在了外人身上 对于自己的父母 他说出来的话却宛如他的名字 一鸣惊人 刘一鸣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 妈妈是一名人民教师 可谓是逃离满天下 却在教育自己儿子上束手无策 爸爸是一名医生 想让刘一鸣子称父业学习医学 在爸爸的要求下 刘一鸣被迫读了一年未孝 但这根本不是刘一鸣想要的生活 因此刘一鸣仅仅读了一年就辍学在家 而这也成了父子关系僵硬的关键 没事在家的刘一鸣过上了黑白颠倒的浑恶生活 刘一鸣认为爸爸妈妈不懂自己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父母根本不清楚 只觉得他们想的就是我喜欢的 觉得我永远都是错的 父母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儿子的疯狂怒吼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相的不理解 心里都有各自的委屈和痛苦 父母将希望寄托在30天的变形之旅中 希望在陕北的刘一鸣 能真切的感受到父母的用心良苦 前往农村家庭的路上 刘一鸣开心的幻想着接下来的变形时况 只要是能摆脱父母的管控 哪怕环境再简陋 他也不在乎 最好家里是开小卖铺的 那他就可以过上美滋滋 风衣足食的生活 然而现实却给了他致命一击 家里不仅没有小卖铺 还空无一人 屋子里的没什么东西 这样的环境让刘一鸣失望极了 当他藏在席子里的钱 被节目组没收时 顿时兴致全无 无所事事的刘一鸣 索性直接躺在床上睡了一觉 当刘一鸣再次醒来时 眼前突然多了三个人 但这还不是让他最震惊的 当他看到妹妹 把残疾的爸爸背到床上时 刚睡醒的刘一鸣瞬间清醒 妹妹用自己小小的身体 把残疾的爸爸背到床上 拖鞋换衣服盖被子 爸爸是基本没有自理能力的 妹妹走后 照顾爸爸的责任 就完全落在刘一鸣的肩上 除了照顾爸爸的饮食起居外 刘一鸣还需要做饭喂鸡喂羊喂兔子 如今一个双腿残疾的爸爸 突然成为他生活的宣布 接下来的三十天 刘一鸣该如何面对呢 妹妹担心家里的炕 刘一鸣睡不惯 特意去邻居家 借了一张钢丝床 妹妹的这个暖心的举动 让刚才还后悔 参加变形的刘一鸣乐开了花 随后 在妹妹的耐心示范下 刘一鸣学会了喂羊喂鸡做饭 过惯了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逍遥生活 刘一鸣一想到接下来的三十天 要面对做不完的家务活 和照顾爸爸就头大 农村主人公小玉 为了教会刘一鸣自立 是特意再晚一天启程 甚至在零行前 还专门给刘一鸣写了一份日程表 第二天一早 小玉就踏上了变形之旅 家里的事情完全落到了刘一鸣身上 但此时的他却还在呼呼大睡 爸爸起床的时间到了 刘一鸣顺眼惺忪的 把爸爸背下床后 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小床上补了个觉 在爸爸的毒粗下 刘一鸣开始起床做午饭 虽然需要在爸爸的指导下完成 但好歹这顿午饭 父子两人都吃得比较开心 吃饭过程中 刘一鸣了解到 原来爸爸的腿 是在13年前外出打工时弄伤的 没了自理能力后 照顾爸爸的重任就落到了小玉身上 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 还有那道永远的西红柿炒茄子 渐渐的刘一鸣的忍耐到了极限 所有的委屈在爸爸的数落下 终于爆发 原来今天早上刘一鸣起碗了 爸爸忍不住说了他几句 刘一鸣越想越委屈 来了十几天 一次肉都没吃上 顿顿西红柿青椒茄子老三样 还要天天干活照顾爸爸 再这样下去 他就要饿得皮包骨头了 为什么其他人来变形都有爸爸妈妈 到他这儿就要他照顾别人 一气之下刘一鸣做出了 每个城市主人公都要尝试的事情 逃跑 肥肠书包翻过围墙 在一辆货车后面跑了出来 刘一鸣想搭着顺风车跑出去 但他失败了 吃不到肉的委屈 照顾爸爸的劳累 再加上逃跑被抓 刘一鸣怀着复杂的心情 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我发现本来就很少哭 这辈子呢就在这边 真的接下来就这么不幸吗 刘一鸣带着撒家的语气 向工作人员做出解释 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经过节目组几番劝导 刘一鸣最终还是回了家 继续一成不变的生活 如今变形生活刚刚过半 刘一鸣的抵抗情绪就如此强烈 他能否坚持到最后呢 前几天 农村爸爸的一位亲戚 不幸意外去世 刘一鸣陪爸爸来参加葬礼 这个村子里遇到红白事 都会宴请宾客 因此刘一鸣也终于在 近村后吃上了第一顿美食 看着一排排肉被端上桌 刘一鸣早就用眼神锁死 一开饭 刘一鸣就对着早就盯好的肉 下了筷子 然而这顿饭刘一鸣吃的 却并不开心 他要在众人面前 叫一个比自己爱半截的孩子 只能用赏笑演示尴尬 一碗接一碗的大鱼大肉 被端上桌 刘一鸣看直了眼 他终于能大吃特吃了 美滋滋的吃完喜后 爸爸又交给刘一鸣 一项重要的任务 感激 刘一鸣带着爸爸给了200块钱 来到了集市上 爸爸知道刘一鸣这段时间 跟着他受苦了 并嘱咐他买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变形的这些天 爸爸的省吃俭用 他都看在了眼里 刘一鸣不仅没有落花钱 还学会了讨价还价 并用节省下来的钱 为家里买了一袋面条 这个曾经只会索取的少年 已经慢慢学会体谅他人了 经过20天的日夜相伴 父子俩已经打破了最初的尴尬 时不时会在夜晚吹着凉风 互相诉说心理 刘一鸣忽然对自己 以前的奢侈浪费感到羞愧 他从没想过 自己出去玩一趟 花的钱竟然是别人一江五口 半年的生活费 也没想过自己浪费的钱 都是父母辛苦付出赚来的 此时此刻 他似乎有些理解父母对他的严格要求 是出于不想让他以后为了生计受尽苦楚 更不想让他靠体力赚钱 变形的这些天 每天和爸爸相处以外 还结交了两个伙伴 这对姐弟是刘一鸣 在村里仅有的两个朋友 他们会给刘一鸣推荐各种好玩的景点 虽然每次都让刘一鸣失望而归 但为了报答姐弟俩 刘一鸣决定将自己的电风扇送给他们 当刘一鸣充满欢喜的展示自己的风扇时 却没想到弄坏了插线板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刘一鸣赶紧溜之大吉 临走前还不忘带上两块好吃的糖饼 在与两人的交谈中 刘一鸣知道了 姐弟俩的爸爸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留下的唯一念想就是一张爸爸的照片 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而这间窑洞是姐俩最常来的地方 因为这里有爸爸的照片 令他们最遗憾的是满墙的照片 却没有一张是姐弟俩和父亲的合影 于是刘一鸣决定帮姐弟俩实现愿望 他又偷偷拿走了姐弟俩 珍藏在窑洞里爸爸的照片 得到两张照片后 刘一鸣来到了照相馆 将爸爸的身影剃到了姐弟两人的身边 他们一直未完成的心愿 将父子三人的照片贴在一起 可是临门一脚却出了问题 这是刘一鸣第一次用心准备礼物 羞涩的他根本不知如何开口 三个人面面相续 周围的气氛逐渐尴尬 想了很久后 刘一鸣终于从口袋里拿出了礼物 姐弟俩看着照片上 站在他们身旁的父亲非常感动 好像又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我看到爸爸站在我旁边 有种很清洁的感觉 很激动也很感动 我们没有和爸爸的一张合照 没有缺家父 虽然生活枯燥无味 但是刘一鸣却在平淡的生活里 悄无声息的改变 他不再埋怨照顾爸爸有多苦 开始体谅父母赚钱的不义 还学会了知恩图报 珍惜身边的人 然而还有一个改变 也是悄无声息的 那就是他的体重 刘一鸣竟然在一个月里 长胖了14斤 嘴上说这不饿 饭碗永远是装得最满的一个 在家里吃完 再去姐弟俩家蹭饭 农村爸爸更是开玩笑的说 刘一鸣的饭量一个顶三个 伴随着嬉笑玩闹声 离别也悄悄来临 当城市的爸妈接他回家时 毫不知情的刘一鸣 正开心的在姐弟俩家蹭饭 分别已久的父母出现在眼前 思念愧疚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跑哪儿去了 刘一鸣紧紧的拥抱住爸爸 所有的矛盾也随着这个拥抱 消散云烟 父母与孩子之间 没有真正的仇恨和矛盾 缺乏的只是心贴心的交流和理解 经过30天的变形生活 刘一鸣体会到了父母的用心良苦和维系生活的不义 也学会了试着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表达给父母听 而刘爸刘妈也意识到自己的一意孤行 不仅伤害了儿子的梦想 才会让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如果能多听听儿子的心声 那他们的家庭肯定会比现在幸福的多 临走前刘一鸣最后一次为爸爸擦身子洗脚 这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 而从此之后照顾爸爸的重任 将继续回到小玉手里 这交接棒式的传递 见证了父亲的坚守 更是见证了两人的蜕变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